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拉赫蒙邀请 对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专机抵达杜尚别国际机场时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率议会上院议长 兼杜尚别市长鲁斯塔姆 外长穆赫里丁等高级官员热情迎接 塔吉克斯坦儿童向习近平献花 用中卡红欢迎习近平造反 尊敬的主席先生 热情好客在塔吉克斯坦 热烈欢迎您的造反 谢谢警官 拉赫蒙在机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隆重的迎宾仪式 1500多名身着民族盛装的塔吉克斯坦青年 表演富有浓郁特色的中塔歌舞 挥舞中塔两国国旗 表达对中国最尊贵客人的热烈欢迎 习近平发表机场书面讲话 向塔吉克斯坦政府和人民 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 中塔两国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 相互支持的好朋友 互利共赢的好伙伴 肝胆相照的好兄弟 建交32年来 中塔关系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实现了从木林友好到战略伙伴关系 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飞跃 成为邻国间关系的典范 两国政治互信牢固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始终相互坚定支持 两国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成果丰硕 我期待同拉赫蒙总统 就新形势下中塔关系发展 做出新规划新部署 推动中塔全方位合作 迈上更高水平 欢迎欢迎欢迎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 赴下榻饭店途中 中塔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机构代表 列队挥舞中塔两国国旗 热烈欢迎习近平访问塔吉克斯坦 蔡奇 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吉树民 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是在结束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24次会议 并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后 赴杜尚别访问等 习近平离开阿斯塔纳时 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 阿斯塔纳市长卡瑟姆别克等高级官员 到机场送行 习近平专机起飞后 哈萨克斯坦三架空军战机升空复航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 7月5号表示 第七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 将于7月6号至12号 在浙江杭州及宁波 金华 离水等地举办 7月8号下午在杭州举办论坛开幕会 即主论坛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 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将应邀出席论坛 两岸有关方面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约800人将参加论坛有关活动 我们再来看其他新闻 7月4号下门湖里区委台办联合湖里街道组织湖里台包说宣讲团成员 开展以荣在湖里谋发展携手同心向未来为主题的 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理论宣讲活动 现场有9位老中青三代台包组成的湖里台包说宣讲团 在厦门新港社区区委会围绕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内容 结合他们在湖里工作生活的感受进行宣讲 台北青年徐冠胜是台湾人工智能发展协会理事长 2019年选择在厦门成立公司 推动台湾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 他说大陆有庞大的市场 尤其福建正在打造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对台湾企业发展十分友好 近年徐冠胜把老婆和小孩都接到厦门湖里生活了 让我们能够就近则优入学 我想对台生来讲 或是对我们台生的家长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另外我们打算成立一个两岸数字经济的一个联盟 透过这样的联盟来聚拢两岸的这些数字科技的企业及专家 来一起探索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道路 在厦门湖里区生活时多年的台胞乌成祥 现场宣讲的题目是 接棒两岸青少年 他说在意见的鼓励下 今年和朋友合作经营 厦门首个体育主题青创基地 荣体台青文体创业就业基地 因为意见的推动下让两岸的这些青少年也好 或是体育人也好 更有对于大陆这边 我们祖国这边的体育的发展更有了信心 那他们也更乐意过来这边做交流 所以在我们的区政府的支持下 跟我们基地的一个结合下 甚至于有这个民间协会 我们一起发力 举例大家多多来到我们厦门来交流 然后甚至于说能够在透过交流档下 能够落地在厦门 来湖里台胞说宣讲团 将走进学校企业和行政单位开展宣讲 把台胞在湖里生活工作 最真实的感受表达出来 让更多人真切感受到祖国大陆的发展 在他们身上其实也可以学到 一些不同的专业的经验 那他们确实也想 讲的一些我蛮感动的话 尤其是那一句我在厦门 我过得很幸福 那我也有感受 对因为厦门 湖里这边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 避风屋 便好好的就业创业 我们00后作为新一代的力量 也应该扛起这个两岸融合的担子 对就是要多多跟在党内的朋友 然后宣传这边 然后多多欢迎他们来这边 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多来这边看看 然后就发现会爱上这边 不离买高所 7月3号下午 为期四天三夜的两岸一家亲 从小新联薪 2024年极美区两岸岩学体验营 在厦门极美 闽台岩学旅行基地总部 正式开营 本届岩学营 延续两岸一家亲 从小新联薪的主题 根据不同年龄层的人群 量身定制 闽台文化融合 极美学村 五欲并举 五欲五美化成长 等四个主题延续路线 设立两岸亲子家庭研学营 两岸青少年探索营 两岸青少年领袖营 两岸家庭教育成长营 四大主题营队 吸引了180位两岸来宾参与其中 其中台湾地区120人 不少还是首次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 来自金门的陈廷恩 目前是高一学生 他说这是自己第二次参加 这个岩学营了 首次参加是在三年前 这次故地重游更加亲切 值得一提的是 厦门聚荣一家 台湾青年双创基地 还携手八所两岸高校及商协会 共建极美区两岸研学导师 培训计划 邀请来自两岸的职业院校 商协会及教育业者等 共同关注两岸青少年成长 与职业教育等问题 极美区两岸亲子学院 两岸师资也在开营仪式上签约入住 用研学的形式 实现两岸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 多维度交流和职业探索 其实我们每一年都有 营远回来 有像刚刚讲到老营远 其实我觉得大家来到这边 有机会来这边交流 他像极美这边土地 他会去更直观地感受到这边 他肯定会喜欢上那边 他明年他又说他要再来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活动一直持续的 它是可以让更多的台湾的小朋友们 青少年们 去有更多的机会 来到我们厦门这边 来到津远这边交流 跟本地的小朋友互相交流 他就会有更多的互相理解 7月4号 第16届海峡论坛 两岸乡村农田水利建设交流会 在南平开幕 本次交流会由民革中央水利部主办 海峡两岸水利科技交流促进工作委员会 中国水利学会农田水利专业委员会 民革福建省委员会 福建省水利厅城办 来自两岸的农田水利专家 基层民众等100多人参加 交流会上 来自两岸水利农业界的嘉宾 以健全水资源体系 建设水生态文明为主题 开展交流发言 共同参与到两岸交流合作 融合发展中 海峡论坛是促进两岸各界广泛交往 推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两岸乡村农田水利建设交流会 集合两岸同胞智慧 互通农田水利经验 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 有利促进福建美丽乡村建设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大牌团拼本档现实抢购 我是本档大牌团拼推荐官铁峰 叶黄素是我们眼球当中黄斑区的重要元素 人体自身无法合成 即使补充叶黄素很重要 本档为您带来的是 大品牌北京同仁堂叶黄素纸片 吸收率更高 每瓶60粒升级为100粒 每瓶可以吃100天 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 节目组决定本档补贴10万元 前500平 每瓶补贴200元 原价259元一瓶补贴之后 到手每瓶只要59元 本档买三瓶再送一点 177元足足400粒 每天只要四毛四 本档我们只争取到少量备货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 上了年纪的人 眼内叶黄素含量是极具减少 再加上看电视 刷手机 过度用眼 都急需补充叶黄素 我们这款北京同仁堂叶黄素纸片 吸收率更高 每瓶60粒 升级为100粒 每瓶可以吃100天 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 节目组决定本档补贴10万元 前500平 每瓶补贴200元 原价259元一瓶 补贴到手之后 每瓶主要59元 本档还有惊喜 现在买三瓶再送一瓶 177块 足足400粒 可以用13.3个月的用量 每天只要四毛四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们一起团购吧 我们四岸的海鲜菇 不用给你个头包吗 天然的香味 又香 非常好吃 我们这个企业是有几个香香的 可吃的 日产20吨 对象我们这边有凉溪吗 东西 一条是丝溪 在这边交集 这里的环境还是比较优满的 鲜菇产的市场还是比较旺盛的 气球量比较大 首先整包整的放到海洋房里面 等150天就出谷了 我们这边显构是比较白 比较直 质量比较好 因为我们这些厂正在质改 提升质量 提升机头就可以提升产量 人间智慧 新鲜语出 湿南村 食用郡 一村一品 福农优品 一郎出头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病机直播的海峡舞报 本节目由乐泰量甲指定播出 乐泰量甲关爱手足健康 我们继续来看台湾的相关新闻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7月4号报道 国民党集民带陈雪生与陈玉珍共同提案 开放大陆厂商直接参与外岛建设 民进党却称 这是大陆版的特洛伊木马 陈雪生陈玉珍怒批 民进党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只会抹红 报道称 国民党集民带陈雪生与陈玉珍 共同提出所谓离岛建设条例增定修正案 内容提到 碍于外岛资源不足 又具临近大陆的地理优势 为促进公共工程效率 大陆厂商可以参与采购 其所需的器械技术及操作人力 可以自大陆地区输入 该修正案预计5号在台立法机构大会上医毒 不过民进党宣称 此提案是开门让大陆进来 甚至质疑是在打造大陆版的特洛伊木马 难道大家不担心 会有木马涂层的状况 难道大家不担心 会有这个所有一些资讯外漏 他能够解决理岛的问题吗 他没办法解决嘛 我们缺工缺料 大家要同理性 要去处理事情 要去研究事情 把这个方法拿出来 而不是说在那边上摔 陈玉珍也说 非常遗憾民进党民 但是井底之蛙对社会进步都没有概念 金门大桥新建时 台湾机械设备不足 因此也有专案核定 请大陆相关船机设备帮忙建金门大桥 陈玉珍举例 厦门建大桥用了两到三年 金门大桥建了12年 台湾没有船机设备 是因为公共工程量太少 只好去租用大陆的设备 这些对帮助外道发展是有必要的 大陆厂商的费用也相对低廉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上了年纪的人 眼内叶黄素含量是急剧减少 再加上看电视 刷手机 过度用眼都急需补充叶黄素 我们这款北京同仁堂叶黄素纸片 吸收率更高 每瓶60粒升级为100粒 每瓶可以吃100天 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 节目组决定 本档补贴10万元 前500瓶 每瓶补贴200元 原价259元一瓶 补贴到手之后 每瓶主要59元 本档还有惊喜 现在买三瓶再送一瓶 177块啊 足足400粒 可以用13.3个月的用量 每天只要4毛4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们一起团购吧 叶黄素也被称为植物黄体素 人体无法自主合成叶黄素 因此需要额外补充 本档为您推荐的北京同仁堂叶黄素纸片 每瓶60粒升级为100粒 每瓶可以吃100天 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 节目组决定本档补贴10万元 前500平 每瓶补贴200元 原价259元一瓶 补贴到手之后 每瓶只要59元 本档买三瓶再送一瓶 177元足足400粒 可以用13.3个月 每天只要四毛四 本档备货即将收完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购吧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集直播的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台立法机构所谓内务委员会 4号上午排审选罢条例修正草案 民进党团一早就霸占主席台 国民党及民态到场后 双方护喊口号 甚至爆发激烈肢体冲突 中国国民党及民意代表徐宇珍 提出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条例修正草案 4号上午进入台立法机构 所谓内务委员会审查 此次修改条例有两大方向 包括要求公职人员上任一年内 不得发起罢免联署 并新增规定同意罢免票 必须高于当初的当选票 以免少数民意否决多数民意 为了推动选罢条例修正草案 中国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发起假节动员 但没想到民进党抢先一步 一早就占领主席台阻挡议事 本周轮值的所谓内务委员会赵伟 无党及民带高精速媒进场宣布开会 但民进党团仍持续霸占主席台 导致会议无法进行 你们连让张伟讲话都不讲话 你们有尊重我吗 是啊能不能让我说话一下 不可以这么暗爸爸 高精速媒喊得生死历劫 但绿移民带完全不理 现场闹哄哄 民进党籍民带张鸿路 还突然抢走议事人员手上的资料 让兰移民带十分气愤 中国国民党籍民带徐巧新 与民进党籍民带网美会 甚至爆发肢体冲突 台立法机构内吵成一片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总招傅昆琪 更直接杠上台内务部门主管刘世芳 民进党阻挡选拔条例 议事讨论的行为 让兰移民带气愤不已 事后开记者会 怒批民进党根本是在搞霸凌 所有就是选爸爸里面 大家可以做讨论 那么立法院里面 我们昨天召开公经会 今天讨论 而且请问一下 今天国民党有讲说 我们要强行通过吗 不能讨论吗 不能开会吗 民进党可以阿爸成这样子吗 只要你不要个法案 连会都不让你开 这就是民进党啊 4号上午的议事 因现场混乱 带病出席的高金素媒 无法顺利主持会议 只好在国民党籍民带 陪同下离开 4号下午 高金素媒决议 将开会场地 变更至台立法机构 群贤楼101会议室 结果民进党集民 带继续守在 所谓内务委员会门口 甚至将窗户锁住 不让议事人员进出 导致议事无法继续进行 你们都不能动吗 是吗 因为他们把门口都堵了 我们秘书跟我们科长 我们都准备好了 高金素媒痛批 民进党一直口口声声说 没有讨论没有民主 他在台立法机构22年 第一次看到没有底线的 党团霸占主席台 更可恶的是软禁议事人员 他表示 体恤议事人员的无奈 因此正式宣告散会 下周一他会重新排案 自从赖清德指使台行政机构 对台立法机构改革法案 进行复议失败后 绿营又积极发动 罢免蓝营民带 岛内政坛笼罩着一片仇恨 让民众深感 冤冤相报 何时了 昨天上午 国民党力推修改 岛内的所谓选霸法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在此发动杯葛议事 绿营民带投议事录 抢麦克风 蓝营民带誓死保卫 结果爆发蓝绿民带之间 严重的肢体冲突 岛内舆议批评 民进党把街头运动 又搬到了台立法机构 所谓的青鸟行动 是民进党煽动 罢免基隆市市长谢国良的联署 更有现任民进党秘书长 前基隆市市长林又昌 在背后捣鬼 在这样的背景下 民进党显然不会看着蓝营 修改岛内的所谓选霸法 台湾联合报指出 蓝营要修改岛内的 所谓选霸法 修正方向 是罢免票高于当选票 多名绿营民带 昔日也曾提过一样的修正草案 如今却集体失忆了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照 柯建明更翻脸 批国民党是倒行逆施 民进党总动员的结果 就是蓝绿大战再次爆发 无党基民带高金素媒无奈表示 民进党口口声声说 没有讨论没有民主 如今把讨论搬上台面 民进党却不敢讨论了 一如前两天 国民党要成立静电式调查小组时 绿营也强力杯葛 试问民进党赖清德 到底在怕什么 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评论指出 民进党当家闹事 归根究底 就是赖清德无法摆脱 双少数党选的阴影 惧怕监督 最期待就是搞乱岛内政治生态 意图透过大霸免朝来翻盘 最近的事实已经很清楚 民进党民代们揣摩赖清德之意 拼命大闹了几场 摆明要一路闹到底 可预见未来四年 岛内政局必定动荡不已 这绝非台湾民众之福 以上就是今天 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树立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很多人体检才发现血脂高了 能不能找到一个植物的方法呢 我们用了五年的时间研发了真通机 真通机采用三栖 单参 银杏叶 黄芹 葛根 玉竹 鱼甘子 七位植物 先后进行了动物实验 人体实验 安全性评价等多项实验检测 功能成分明确 可以帮助降低血脂指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真通机牌三栖单身黄芹胶囊 体验只要9块9 整整60粒 包油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血脂高 早重视 血脂降一降 血流更通常 真通机 七种植物 降血脂发明专利 老胡老 以及人之老 弘扬 敬老爱老 新风上 血脂高 早重视 不管多少年 试试真通机 真通机牌三栖单身黄芹胶囊 采用七种植物原料 功能成分明确 帮助降低血脂指标 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为了让大家受益 也让儿女放心 真通机推出体验活动 体验只要9块9 9块9 9块9 整整60粒 先体验 再决定 9块9 包油吗 不但包油 不满意 还能退 你们年轻人都明白 也欢迎你们监督 真通机 七种植物 国家发明专利 体验只要9块9 整整60粒 包油到家 血脂高 早重视 血脂降一降 血流更通汤 真通机 七种植物 降血脂发明专利 玉枝林药液 尊老为德 敬老为山 很多人体检 才发现血脂高了 能不能找到一个植物的方法呢 我们用了五年的时间 研发了真通机 真通机采用三栖 单参 银杏叶 黄芪 葛根 玉竹 鱼甘子 七位植物 先后进行了动物实验 人体实验 安全性评价等多项实验检测 功能成分明确 可以帮助降低血脂指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真通机全是植物原料 我很自豪 鞋子高 我们有了植物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是国家发明专利 真通机牌三栖单身黄芪胶囊 体验只要9块9 整整60粒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鞋子高 早重视 鞋子降一降 血流更通常 真通机七种植物 降血脂发明专利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 并基直播的海峡五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4号 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 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 第24次会议 正式接收白俄罗斯共和国 为成员国 上河组织于2001年6月15号 在上海成立 创始成员国为中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和乌兹别克斯坦 2017年 上河组织阿斯塔纳峰会决定 给予印度和巴基斯坦成员国地位 2023年7月 上河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正式接收伊朗为成员国 目前上河组织拥有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十个正式成员国 两个观察员国和十四个对话伙伴 当地时间四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河组织加会议时表示 俄罗斯已准备好针对俄乌冲突进行谈判 但在美西方的授意下 乌克兰方面一直拒绝谈判 普京强调 俄乌双方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相关协议仍然有效 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当时草签了该协议 这意味着乌克兰当时对协议是满意的 现在协议仍然摆在桌面上 可以作为俄乌继续谈判的基础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绿色 环保 循环 低碳 共建美丽福建 一朝一返 当思来处不易 守正直 而配任意 孝清建老 关爱老人 高温之下 安全隐患增多 防暑防疲劳 防雨防台风 防火防爆炸 安全不放假 平安过一下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有德者 年岁下于我 我必尊之 不孝者 年岁高于我 我必远之 人俩 安全隐患的 安全隐患和谐 美丽家困难 遇到 全世界隐患 艺患 红洞 因此 优优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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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